現在去拿課堂上的食物 需要被通通對不對 同學都有權利給食用 什麼?是這樣子嗎? 有餐咧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都同意 對 都是這樣 只要拿教室來 別人要是你們拒絕 不行 為什麼不行 早餐咧 早餐 你要吃課堂上吃 就要給大家飲食啊 我可以給你們一份 可以可以 我可以給你們一份小跟屁 好 所以我們看這樣 白天的時候 陽光曬在海上 曬在陸地上的時候 海的溫度 升得比較慢 陸地上的溫度升得比較快 所以陸地上會變得低壓 低壓呢 吹往後 吹往後 of course no problem 所以這都會吹什麼 吹反風 會被壓力高 到晚上的時候呢 晚上的時候呢 剛好反過來啊 溫度開始下降了 是 陸地上降得比較快 還是海上降得比較快 海上 陸地上 陸地上 通常道理 比熱低的 改變一度C 所需要的能量比較少 耶 這個是很少 比熱高的 陸地 所以陸地很快就降溫啊 那陸地比較少啊 他需要一點點能量改變 他就降溫了 所以他降得比較快 他降得比較慢 好高 那降得比較快 他降得比較慢 誰的壓力比較低 壓力比較低 他的溫度 跟他的溫度 誰比較高 海上的溫度高 還是陸地上溫度高 海上的溫度高對不對 所以海上的溫度 溫度高 所以他的壓力比較低 壓力比較低 所以吹什麼風 吹陸風 吹陸風 下午就開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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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聽 剛把我當成正確認 我沒有把你當成正確認 對講的正確認沒有 你不知道 他請假 他請假 他去上面 所以 沒有啦 他去 他大概拿一周年了 好 OK 這個 一周年怎麼講 不是 為什麼沒有這樣單 他沒寫安全 他還沒寫吧 他不會沒有 他怕打電話跟誰講 然後就請 吹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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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下午的時候 有時候在宜良地區 尤其在交際投降地方 吹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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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風強了嗎 比台風還強 而且一整個方向 一整個方向 陸山風是這樣講的嗎 對 陸山風非常強 吹陸風 尤其是為什麼 陸山風 不是啊 陸山風是這樣講的嗎 對 我現在居住你來解釋的 尤其是什麼 膠溪跟頭層的旁邊 一樣的山 山頂上的地方 到下午的時候呢 他因為輻射熱的關係 他熱輻射更快 熱輻射更快 他降溫更快 降溫更快呢 這邊的溫度更低 所以他直接從山頂上 往下擠下來 所以陸山風非常快 陸山風很快 那加上 陸風的影響 陸風的影響 我們到那個晚上的時間 太陽是熱的 氣壓低 風會往上飄 所以這個風會加強 他陸山風的效果 所以 那個陸山風通常呢 下午四五點才吹 吹到到晚上之後 就更強 晚上就會更強 因為整個那個 俗車廂的關係 晚上陸山風會更強 那邊 那邊 橫村 橫村那邊 陸山風也很強 沒有錯嗎 就因為他旁邊有 在這個陸地上 跟海邊交界的地方 再加上這邊 有一點點山丘 這山丘的輻射 那輻射熱 降得很快 他馬上就輻射到 空氣中去了 不過在空氣中 之後他整個 溫度很低的時候呢 他整個壓力變高 壓力變高 他才掉下來 那空氣直接往山下 吹過去 晚上吹過去 他吹過去之後 風就變得很大 跟陸風就一起 就讓這個 效果更加距離 跟陸風 哪邊 我睡覺的房間選對三 選的對三 那就很涼快了 那種風水問題 沒有 因為 東沙會 什麼 環境會變雙沙 哪邊 山上 會有雙沙 有雙沙會有雙沙 對雙沙都不太好 就是 你可能 對啦 因為其他風很沙 那風不要沙 既然很好 那個風其實 我以前住在礁溪 住很長一段時間 那個洛杉風非常強 那其實都很冷 很涼快啊 下去的時候吹了 下去的時候會感冒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颱風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風 颱風的風會怎麼吹 颱風 到處吹 颱風的風會到處吹 颱風的風會到處吹 算不太難 你看喔 就是我們講那個叫做柯實力的影響 柯實力是什麼東西 我 不知道 我應該看過 欸 寫錯字了啦 小心 好像 柯文折力量嗎 哪是啊 阿伯怎麼寫 指頭會不會寫 柯學的柯 柯實力 所以他看過柯實力的學長的時候呢 遠行的旋轉 應該是掌線的而已 好 我如果呢 我人在這邊 我想往這邊丟個東西 就我的東西往右邊跑 這個呢 想要丟個東西給他 就他丟個東西往右邊跑 為什麼會這樣子 欸 因為他有旋轉 因為他有旋轉的效果 他有在旋轉 他在旋轉 前來講 譬如說 我現在往這邊走 往這邊找 同時用我丟個石頭過去 粉筆的丟不見了 好笑你 謝謝謝謝不好意思 謝謝 有在看嗎 你在幹嘛 你在進入一種冥想的境界 對 簡單來講如果說一副車在往前走的時候 這副車他如果丟個東西上去 這石頭會都在車子的後面 都在他手上 後面 一副車往前走 我只是往上丟 我如果這樣丟 就這樣丟 在車子裡面 還在車子裡面 你坐在火車裡面 簡單講就在火車裡面 對 那車子火車在走了 那如果我的座位上這樣丟 他會落到手上 還是會跑到後面 喔手上 還在手上嗎 因為他沒有去臨下 他這一下也才會 關鍵 事實上他有車子在走 所以車子的速度 可是他沒有感覺車子的速度 他實當實當 就在自己手上落下來 那我們如果在旁邊看的話 這個石頭會怎麼落 會這樣 對不對 如果車子往這邊走的時候 他丟上去的時候 就往他手上對不對 事實上他忍在這邊 這會這樣子 那為什麼 丟上去 丟下來 好 事實上我們看這個 我們在旁邊你看這個 丟的石頭會這樣子 落下來 事實上他忍在手 所以他丟上去 又落下來 落在他臂身上 對不對 從他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石頭丟這樣子 可是從旁邊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石頭是這樣子 可是 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是已經上上跑了 天啊 慣性動 因為他本身有水平速度 那個人有水平速度 那個人有水平速度 那石頭也有水平速度 對啊 你拿在手上 請問這石頭有沒有在動 有啊 假如坐在車子裡面 有啊 有啊 水平速度跟水平速度是一樣 所以我感覺他沒在動 我往他泡的時候 請問這石頭 對我來講 有沒有水平速度 有啊 沒有 我也是水平之外 請問他對我來講沒有水平速度 可是這石頭 對你們來講 假如你是測住外面 你會覺得這石頭有沒有水平速度 有 有對不對 所以這石頭是同時間向上 又從你水平速度 所以石頭變成這樣子 可是對我來講 他石頭就往上而已 簡單來講 我們現在在地球旁邊 地球還在高速旋轉 有功夫 那如果 如果說這個石頭 會因為我們在坐在車子裡面 往上丟 它是往後跑的話 我現在往上丟 它就不見了 被驚懷 飛機壞 是高速魔法 那是飛機我們現在不講 因為飛機是別的問題 不是問題 飛機是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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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個石頭 在往上丟的時候呢 它因為有 慣性的關係 對我來講沒有感覺 而對旁邊也沒有感覺 好 同樣的我們現在在一個旋轉盤上 在旋轉 我要像 旋轉丟一個石頭過去的時候 事實上呢 這石頭是不是 這石頭是不是有一個 有向這邊的速度 所以這石頭 對於驚懷來 驚懷是往這邊找 我往這邊找 所以丟過去的時候 這石頭這樣又是水平樹 所以它往這邊拼過去 它跟 對我來講說 我在那裡 最近我看到這石頭 是只有往前找的 可是對驚懷來講的話 他覺得這石頭 是往他的左邊偏過去的 簡單來講 比如假如這樣走過去 邊走邊丟石頭 我有點往後丟了 算了 掃地再撿好了 這樣有啦 有啦 丟球 丟球 不要讓你撒 這個也好 還是不要加銅鬚 小心不要加銅鬚 小心不要加銅鬚 我必須要往前走的時候 銅鬚就算了 真的丟了 銅鬚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不是故意的 好 我丟過去的時候 我讓你們仔細看 這個球 他背鞋軌跡是不是有點 有點是往這個方向走 再找一次 再找一次 好再找一次 你可以找一點丟 我們要找一點丟的 你想幹嘛 對 你是不是 剛好叫他那個影片 是不是要吹 吹 吹 你剛剛試試看 這樣很可憐 好這樣子嗎 要試試快一點的 所以剛剛好是不是 對 好 好 好 變難了 太重 真的打到 超重 超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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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覺嗎 沒有關係 所以從這個圓星 往這邊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球 出去的時候 它只要是站不過去的 它不會往這邊走 雖然我在這幾天 我是想把球 被圓星丟 可是因為有個水平速度 所以它全都往這邊走 好來想一下 為什麼講科思力呢 因為呢 颱風的時候 颱風的時候通常是因為 因為我們空間流動的時候呢 產生中間這個低吸壓 中間這個低吸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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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空間怎麼流動 逆時就是旋入 低吸壓 就是密度低嘛 密度低的關係 密度低 它會往上飄對不對 我們現在也是從上面看 所以空間會往上飄 空間往上飄的時候呢 地面上的空間怎麼進去 是不是想捕進去 對 是不是想捕進去 好這才能企業 好想捕進去 好想捕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呢往北邊補 那我們赤道頓得很快啊 北極頓得很慢喔 是不是想可以赤道在這邊 北極的這個點 對吧 所以赤道頓得很快的時候呢 這個會向這邊偏 同樣從北邊下來的空間 會向這邊偏 然後就開旋轉 第一次正轉 北半球呢 北半球呢 檯福就一定是 輪轉是這樣來的 你剛剛說下面拿 misin 它是什麼 赤道啊 赤道只轉得最快嗎 那地球自轉原源最快 幹嘛 對啊 對啊 地球在轉的時候呢 有沒有 假設這地球在轉 地球在轉 是北極轉的比較快還是赤道轉的比較快 赤道 對 赤道相當於是這個圓周的這個地方 這個圖就相當於是我們從北極往下看的時候 赤道在轉的很快 赤道轉的很快 北極這個點基本上不動 所以從比較靠南邊的空氣向上流動的時候 它就很自然 它會向右偏偏 從北邊向下的時候 它會去向右偏偏 所以它就照著它開始旋轉 就旋轉 氣旋就行可能 那旋轉了之後呢 加上離心力的影響 讓裡面的壓力會更低 壓力更低的情況之下呢 就會形成更強的氣旋 這氣旋就被加成了 就越來越強越強 撞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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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越來越強 尤其在水系 你看 當這個空氣 你看 這是大陸的台灣 當你的空氣流過來的時候 如果它一直在太平洋上的時候 它通常這颱風越來越強 為什麼 因為沒有東西擋它 沒有 第一個沒有東西擋它 第二個是這個整個路上都是水氣 它會吸收越來越多的水氣 水氣越多會怎麼樣 壓力變低還是變高 變低 變低 壓力更低 壓力更低 壓力更低它就吸更多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空氣又補充的會更快 更快它帶有更多的水氣 就更低了 壓力更低 更低就越快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就形成了強烈颱風 所以假設颱風形成距離很遠 通常就可能形成強烈颱風 如果距離很近 但是才形成颱風 因為距離很近 只是輕鬆颱風 就比較沒有 它如果轉就是不轉到露地上 什麼 它如果怎麼跑到露地上 不會吧 怎麼跑都不會跑露地上 通常颱風也是就是 它大的範圍的話 它還是往邊走 會往這邊走 會往這邊走 事實上是 我們在 我們地球是游行向東轉對不對 游行向東轉的時候 事實上比較靠近赤道這邊 它就有一個叫做東信風帶 所以這邊有一道空氣是從東邊往西邊吹 所以台風什麼都會從太平洋吹到露地上 你看台風在走 台風在走是從這邊走過去的 有沒有 有沒有從這邊走過去的 沒有 都從這邊走過來 走到露地的旁邊的時候 頂多會有些向北邊 為什麼向北邊 因為露地在擋住 如果這邊有高氣壓的話 那它就被高氣壓擋住了 它就會往這邊吹 對 有點彈開 向北邊吹 所以通常是 由東邊向西邊走 所以這是高氣壓 低氣壓就是低氣壓的形成 反過來如果高氣壓會怎麼樣 會向外走 高氣壓 我們要想像高氣壓 會很直征 高氣壓會直征 高氣壓 如果這邊有一個高氣壓 在吹的時候 有高氣壓直征的 什麼是高氣壓 什麼時候會形成高氣壓 溫度的脊椎 溫度脊椎都是高氣壓對不對 高氣壓 高氣壓向下壓 所以它到外面是不是是向外跑 是不是 向外跑同樣的道理啊 這是往北的 它往右邊走 它往右邊走 所以它變成怎麼吹 順子 就變順子跟吹 然後 就我們講說回半 南半球傳過 南半球傳過 沒有錯 南半球傳過 所以南半球傳過 但是我還是覺得龍捲風應該會是逆時針針針 給那種龍捲風應該會是逆時針針 但是不排除 我根本不排除會順時針針 因為它主要跟局部的氣旋有關 局部的氣旋不介紹的時候地球影響 氣旋就是叫做氣旋 空氣旋轉就是氣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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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旋轉也會這樣轉 空氣旋轉也會這樣轉 那是小氣旋 那是小氣旋 那是氣旋 好 那 可是高氣旋跟地氣旋不一樣 地氣旋有可能是個小點點 它就是小的旋轉 中心 可是高氣旋很少是小旋轉 高氣旋通常怎麼樣 大範圍 比如說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在蘇聯的中間靠右邊一點 整個大範圍天氣很冷的時候 它就形成了高壓中心 然後呢 所以高的中心形成了之後 假設這個地方形成高壓中心 高壓中心的空氣是會向四邊八方去往下擠 然後往下擠的時候 空氣就會順子針擠過去 所以你看 這是大陸 西伯利亞在高壓往下移動的時候 為什麼到台灣這邊 我們會吹東北激動 東北激動就是它這樣轉過來的 那這個順子針旋轉的方式轉過來的 所以在冬天的時候我們會吹東北激動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關係 冬天這整個高壓中心向下移動的時候呢 這高壓中心旁邊的空氣都是順子針旋轉的 OK 那如果低壓中心就剛剛講的 逆時針旋轉 有沒有問題 部分的地方 有 我就是說 你說因為它那個 它低壓的時候 因為 地球自動 所以它那個 它那個 低壓中心的氣 會 會 對 它下面 它這個 比較偏少 部分的氣 我需要去外面 可是為什麼 你的上面 從下 也就是向右邊對不對 好 你想想好 我現在 靜止不動 我現在靜止不動 你在動 我要向你丟個球 究竟發生這球 你的感覺你在跑 你在跑 我向你丟個球 假如我丟的那一三二是操作你丟的話 那球是 在車上的人會感覺 球是往哪邊走 後面 球往後面走 是不是 球是往後面走 對 往後方走 那同樣你看 這是靜止的人 這個人是靜止的人 他在遠中心 他想在那邊丟個球過去 這個人是往這邊走啊 所以他就這個人的感覺 球是往那邊走 他會往後 球是往那邊走 對吧 所以你從北往南 是往這邊走 從南往北 是往這邊走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喔 再回來我們再用一看一次 假的就是低壓中心 低壓中心是空氣要往那邊扶 對不對 所以空氣會往那邊走 對不對 從南往北的 它會向右邊 從北往南的 會向右邊 是不是這樣子 對 那如果是高壓中心呢 高壓中心是往四面八方走 好 從南往北的 外面走 右邊 從北往南的 會這樣走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剛好編導 這是逆時針方向 這個是順時針方向 可是我是認為說 你剛剛那種球的例子 你剛剛球的例子 你剛剛球的例子 應該只有軸心點 就是它的 它的中間那個點那邊 可是在地球裡面 它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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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高低交 這個 這個 這是軸心啦 不要從軸心啦 我們再近一點 假設你人在這邊 好 你人在這邊 你往這邊 你是不是也往這邊移動 可是你移動速度 移動速度來比誰比較快 這個 這邊 A點的速度快 是B點的速度快 B吧 不是 可是A A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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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轉軸上面 所以A好 除了它D6 然後它B的這個 然後它本身轉軸就比較好 為什麼要加起來 不是 因為A是在 A是在這什麼轉軸的 你猜一下 想一下好 想一下好 我一天 假設我用 不要說一天 一個小時 我這個點移動到這裡 對不對 同樣的一個小時 這個點是不是也有移動這個 誰移動距離比較多 是A還是B B比較多 所以A跟B的速度誰比較快 B B嘛 那假設同樣到底是我在走 你也在走 但是你走比我慢 同樣到底我今天哪個球 往你身上丟 你會覺得球我還沒走 那我 我現在怎麼不要慢 我就是 他往後方走 對 一定要往你後方 對 往你前方丟 丟 我現在是從快往 對嗎 你剛才丟對不對 所以他往這邊跑 假設你從慢的往 快的丟 他往哪邊跑 往後方 往後方跑 對 對 他在這邊丟個球 他想丟到B 可是讓他球就往這邊跑 對吧 對 一樣道理 所以只要是從北往南的 他一樣會向右邊靠 從南往北 他一直向右邊靠 這顆是一個效果 這樣 所以他就順勢在去轉 OK OK 有沒有低 沒有 看起來沒有問題 可是看起來好像大顆累 為什麼 我們解釋在落問題 因為天氣太熱 天氣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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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繼續再想一下 D7R的低壓蓋為什麼會比較多的雲 D7R的低壓蓋為什麼會比較多的雲 D7R的氣候 比如像現在 夏天 夏天比較多的低壓 因為比較熱 對 壓熱為什麼比較多雲 因為水氣沉發 水氣容易蒸發對不對 水氣容易蒸發 所以簡單來講 低壓從地面上去 從地面上去 它通常帶著比較多的雲 帶著比較多的水氣 所以它會形成雲 是這樣子 OK 那高壓呢 高壓的功能從空中下來的高壓 比較乾燥 會比較乾燥 所以我們在冬天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乾 比較濕 比較乾燥 對不對 會比較乾燥 要嗎 要嗎 剛才我們看到我的時間 K下去 我跟你講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15題 第15題有點特別 它是一個叫做 等壓線圖 等壓線圖什麼意思 知道嗎 說說看 來 這條線的那個 對啊 它 等一下 我現在搞定 有線外線中間的壓力 要按 這個 單純那條線上的壓力 來 同學有沒有誰可以回答他 線跟線中間嗎 這樣子嗎 來 差一點 蛤 線跟線中間 你有聽懂他說什麼嗎 有聽懂他說什麼 那我們後面等壓線圖 你的時候 先憋一下 快去 喔 他剛剛在哪裏 拿繫在哪裏 Como是在哪裏 找不到 為什麼 hunch questo 脫xy 180 190 150 сп 你說這個 這個代表氣壓 pegar 代表其他的什麼? 強度 其他強度 OK 非常好 那是指的說 這個線跟線之間的壓力是一樣的? 不一樣 不一樣是什麼意思? 它只是比較均勻的分布 比較均勻的 這個線跟線之間的壓力是均勻分布嗎? 大致上面是 那這條線怎麼決定的? 這條線 這條線 應該是畫一圈 隨便畫一圈 不是 我忘記了嗎? 來 子龍說看 激溫在你身上 不不不 好 冠遠說看 子龍激溫在你身上 對對對 冠遠說看 我知道 因為他們 就是他們 兩點間就其他潮位 兩點間的其他潮位一樣 我跟妳講 好 你說嗎? 好 那 那 這點跟這點其他潮要是畫的 這點跟這點其他潮要是畫的 然後就這樣畫過 謝謝你 So far nobody right 兩條線 兩條線 等高線的你知道嗎? 所以是其他潮位 我就是把 一間跟一間高線混成 哦 是 是 等高線的意思是什麼? 是這樣子都不對 他是 這一點跟這一點的氣壓是一樣 這氣壓 是嗎? 是吧 不是 不是 等高線的意思是什麼 等高線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那一圈裡面的 都比較高 所以 這一圈裡面 這邊的高度都一樣 沒有 大致上差不多吧 來 收看 中間 等高線主 喂 長 不是啊 不是啊 我問他還會 我問他 我應該說 講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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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十公尺高 然後他這個十公尺 然後他這個十公尺 那他這個高 就是介於十公尺 跟十公尺 那這線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線就是說 過照的線之後 你的海拔 就到了一個十公尺 然後 然後落進去 你過照的線之後 就海拔就有十公尺 那這條線什麼意思 就是 這個海拔十公尺 就是一個 海拔十公尺 海拔十公尺 重點到 所以這條線上的高度是多少 海拔十公尺 海拔十公尺 這叫等高 等高線 等高線 這條線上的高度 都一樣 等高 那我支算中間 高度多少 我支算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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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均不均勻 是不是有的重點 無人格之 不是喔 不是喔 我支算它裡面再不均勻 也不是我的重點 懂嗎 懂嗎 ok 所以等高線圖 這個意思是 這條線 等高 那等壓線什麼意思 那條線等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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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話道理啊 對不對 等壓線圖 就是這條線等壓 好啦 結果我們知道這邊是 一五零 這邊是 一千一 這邊是一零五零 這是高壓中心 還是低壓中心 低壓中心 是嗎 同不同意 有沒有相反 有沒有不同意的一切 不同意 要趕快講出來喔 如果你講對就加一點 會 什麼 這邊是高壓中心 高壓中心 高壓中心 那是什麼 低壓 應該有一個點 蛤 那香蕉才是低壓中心 香蕉之下是低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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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可能要再連起來 要畫一個L 所以低壓中要寫個L 非常好 對這樣套路是正確 ok 所以風是往哪邊吹 往低壓中 對 那通常它 它往裡面吹 它會行那個 順時針 所以它會這樣吹進去 所以它會這樣吹進去 就是它會這樣旋轉 這樣吹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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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跟男伴手指吹 這樣吹 所以世界上的從頭這樣 就會斜光這樣吹 它會順著壓力中心 會往這邊偏一點點 就是壓力差 這邊壓力差 比較大 往這邊偏一點點 這樣吹 所以這是 我們等壓限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15題的等壓限度 好 甲地跟乙地分別為低壓中心 甲地和乙地分別為高壓中心 都有低壓中心 來看一下甲是低壓還是高壓 甲是低壓對不對 乙呢 高壓中心 乙是高壓嗎 對 高壓中心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 B 甲地和乙地分別伴隨著上升氣流或下降氣流 甲是低壓中心 所以是上升氣流 上升氣流 對不對 乙是高壓中心 所以是下降 來 推測甲地跟乙地的天氣大致如何 哪邊的天氣比較好 熱熱的 你說什麼 熱熱的 甲熱熱的 甲的天氣比較熱一點點 甲的天氣好不好 可能不好 可能不好 他可能雲比較多 對不對 乙呢 天氣比較好 天氣比較好 所以他的比較晴空萬里比較冷 好 豬 該月份台方地域平庸通向的大約是什麼功 西南功 西南功 為什麼 新南在哪裡 西南 我不知道西南在哪裡 西南 西南功 為什麼吹西南功 因為看甲地 看甲地 甲地是 以帝王甲地吹吧 我是說看甲地風怎麼轉 風怎麼轉 風怎麼轉 你可以轉轉看 可以轉轉看 從 東低啊 往外吹 西南功 對啦 因為這個天氣 這個季節它是什麼季節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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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夏天吹的大部分都是西南功 是嗎 對 西南功 OK 好 從東南亞那邊 上來 從高雄這個方向吹上來 好 但是大致上是這樣 那不見得有時候還是會 像最近有東北氣風 最近有東北氣風 像現在 最近是東北氣風減弱了 今天東北氣風減弱了 所以氣風不回升 對啊 今天都在下雨 對 好 當有颱風或低激壓 在台灣北部通過的時候 吹強勁的西風時 常在台東一帶產生焚風 請解釋其原因 什麼叫焚風啊 就是熱的風 熱的風 為什麼會吹很熱的風 因為高度瞬間下降 高度瞬間下降 高度瞬間下降 應該會變冷 瞬間上升 下降會變熱 然後 我見日美上升 100公尺 所以降0.6度 所以反而會 台彎 我不太像 但沒關係 台風經過的時候 從這邊經過 我們吹的是 對 逆吹全轉的風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是吹西風 西風 對吧 吹西風 好 這邊呢 在台風這邊 有一個什麼 中央山脈 這邊有個中央山脈 對不對 這邊有個台南山脈 好 會吹本宮 好 本宮怎麼吹 本宮會經過一個山 通常本宮是因為經過一個山 好 這邊經過一個山 我們把山劃出來 往上吹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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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吹過去的時候呢 請看 本宮是在這邊 還是在這邊 左邊 右邊 右邊吹本宮 右邊吹本宮 右邊吹平原吹本宮 好來解釋一下 怎麼吹本宮的 因為本宮 風會被向上吹 向上吹 對 降溫降溫降溫 降溫降溫 會顯著地形雨嗎 什麼 會顯著地形雨嗎 好 我們現在聽到一個新的名詞 叫地形雨 來請解釋地形雨 地形雨 就是風吹過地形雨 閃溫的雨 不是啦 風吹過地形雨 風吹過地形雨 風吹過山 然後他被伸往上吹的時候 他在高處往上吹 變成說溫度下降 所以溫度下降 對 山就順風測快到山底的時候下雨 對 那這樣其實就要跟我們講的是地形雨 這邊有聽到地形雨 你先舉手 就兩位同學 三位同學 我吃了 你聽過地形雨 不知道 你幹嘛 好像有類似的東西 我因為我沒聽過地形雨 有 我沒聽過地形雨 好像是什麼 這邊這個什麼 我知道 你都聽不到 然後我又變成說 我有變成這次了 很乾燥 我們如果可以用 簡單的解釋 又簡單的解釋 不要用太多名詞 太多名詞 因為太多名詞 因為太多名詞 有沒有像溫風 有關 噴風 噴風 沒有 冠風跟這個有關係 對 雨下完之後風變很乾燥 對風變乾燥 所以它會更 你今天想到 因為這個風吹過去 產生先產生地形雨 然後變成乾燥 然後下雨就很殘忍噴風 這樣有多少人聽得懂 這樣會有聽得懂 不是 我們還沒送過教學訓練 這跟教學訓練沒關係 真正的科普的概念 就是你要普通的話說 給大家聽得懂 這才科學的真諦 我不能用一堆B詞 因為A因為B 所以等於C 所以一氣溫下降 它就下雨了 但是我覺得用USB啊 什麼電壓 什麼電流 有什麼都可以吃 所以有些基本名詞 必須解釋 那你不要用太多名詞 盡量把你的名詞解釋 降低你名詞的使用量 你會吹上去 所以一氣溫下降 就會下雨了 溫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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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開始下雨 然後下雨 然後下雨 電腦空氣就變乾燥 乾燥 好變乾燥 變乾燥了 然後咧 然後它就變成向下吹 向下吹 向下吹就開始升溫 為什麼向下吹會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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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身後我們剛剛解釋過了 來 誰可以解釋 因為壓力變大 壓力變大 好啦 今天都沒有你在家裡 慣遠加一點 可是我有助攻 你有助攻是不是 那給你加半輩 喂 不要加半輩 扣掉 好 因為它壓力變大 所以它被擠壓 被擠壓的時候 擠壓就升溫 好 所以吹下來 又乾又升溫 所以就熱衷 又很熱又乾燥 所以吹過來的風非常不舒服 而且吹風的影響是什麼 會濁什麼 會讓植物都乾燥死掉 吼 吹過去吹一天 那個葉子都就枯掉了 葉子枯掉了 或者乾燥才會 水來呼吸補充 你知道嗎 水來呼吸補充 葉子直接乾掉死掉了 吼 所以吹風非常討厭 這樣有問題 沒有 有沒有解釋了 吹風 會不會解釋了 有 學會不會解釋 解釋一遍 好 切釋一點 好 切釋一點 因為阿倫 他腰上就倒往上吹 然後往上吹 然後變冷 所以就照下雨 下雨 所以就變乾了 變乾了 因為很乾 他現在就下山了 他下山的時候呢 因為呢 他的壓力變大 然後所以呢 又乾又乾又熱 又乾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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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樣 你看我們這樣解釋下來 不需要太多的專有名詞 我們就解釋了很空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地形語 地形語 誰懂啊 好 地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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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地方有地形語 有三面 有三面就有地形語 但是然後他有空經過 好 來 那我們再解釋一下 冷風 暖風 還有滯流風 什麼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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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現在講的名詞 今天我們說 一定不能用名詞解釋 但是有時候一個名詞 必須讓每個人都知道 那這部分 反而就是有它的困難 可是 我們盡可能把所有的名詞 講到最低 那為什麼講封面 因為我們新聞 新聞氣象都會講封面 有沒有聽到 其實他都沒有 新聞氣象講封面 可是新聞氣象 有沒有聽過 氣象報道人 講過地形語 這是因為地形語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會下大雨 沒有這樣講 所以我們現在用 大家聽得懂的名詞 解釋一個事情 那封面經常才有 所以我們要提示 對不對 封面經常才有 什麼叫封面 封跟封接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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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記得是 我記得是 氣團裝在一起 沒錯沒錯沒錯 是氣團裝在一起 那我的說法是哪裡做 你說封跟封裝在一起 什麼叫封跟封裝在一起 那就是 那就是 來封和封起來 這個畫面不太好 很舒服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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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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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等壓線條 進去 假設我現在畫個等壓線條 好 假設這是 九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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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這等壓線條 我這簡單畫一下 等壓線條 有沒有告訴你溫度 沒有 等壓線條有沒有告訴你溫度 沒有 沒有 好那剛剛講 氣團 誰是要成為氣團的 這是 一團 溫度差不多 一團溫度差不多 那通常是這樣子 空氣或水 通常有這個特性 你如果去洗過溫泉 我不知道 上次有誰跟我去金屍溫泉 去洗過飯飯溫泉 那個野心溫泉 誰有跟我去過 沒有人跟我去過 這個人有啦 他沒有人舉手 好 故意的 我們在溫泉的上面 可以看到一個星星 我跟你畫下面 你下面是有冷水流過去 對 對 上面有溫泉流過來 你有沒有發現 這水跟熱的跟冷的 那邊好像有界面喔 你手 你手 那個清水滴 清水滴那邊有感覺 電面的時候很明顯 很明顯 所以手稍微往上冷冷的 下面是冷的 好 手稍微往上一點 熱熱的 對 它有很明顯的界面 所以通常是這樣 當溫度差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長那個界面 會長那個界面 這界面會非常明顯 我們就說它叫一個氣團 下面是冷氣團 上面是暖氣團 有聽懂的意思嗎 嗯嗯 然後它通常會被清成這樣 所以當這一團空氣 溫度很一致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是一個氣團 好 當這團空氣 那可以說濕度很一致嗎 嗯 可以 差不多 就是性質差不多 就是這一團空氣的性質差不多 我們就在一個氣團 壓力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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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會稍微水的 壓力 因為濕度跟溫度會影響壓力 那種水準壓力差不多就好了 不會 它還有高度的差別 它有時候 因為壓力有時候變化很大 壓力變化很快 溫度變化 溫度跟濕度變化也是會有 但是有時候當它變成一團的時候 這一團就不太容易改變 當然沒有 這一團空氣裡面的溫度 壓力會曲挺一致 也會盡量是一致的 它會曲挺一致 但是有時候它不是這樣完整 但是一團均勻的空氣 大團均勻的空氣 大團 streaming就是這樣 有的氣團 好 氣團就會有狀況 就沒硬裝沒有錯 有時候是壓力制 所以當我 假設我先換個頭去想 假設這邊中間是 這個壓力是1000 100好了 這邊是1000 好 中間是高氣壓對不對 高氣壓有可能這一團空氣 都是冷的 嗯 冷的 对 好 那我今天可能 这就是冷高压 这一团空宿一定是冷高压 它会不会移动 它会不会移动 这一团它就会移动 有时候会移动 有时候会移动 移动的原因 移动的动力是因为压力差 压力 压力有差的时候呢 它就移动了 压力没有差 就是不会移动 假设这团冷空气是高压 看看我这边有一个 空气团是 稍微熱一点 我会讲冷的就是相较的 假设这边是20度 这边是10度 那相对来就是冷压 冷的压力 那我这边是低压 好 情况 风是怎么走 冷都靠过来对不对 那这我们就说冷风过境 冷风来了 好 那像我们讲说我们这个地方 假如人类 我们的台湾在这里的话 比如说是冷风过来 好 这样 真实来讲 冷风不过来 那如果说 同样的 这边是比较高的高压 这边是低压 那会变什么 暖风 对这边来讲的话 就暖风来了 那如果说 好 两边都是高压 热空气的高压跟冷空气 我们就形成风面 这风面嘛 这叫什么风 这叫滋溜风 滋溜风 滋溜风 表示这个风面不会移动 它就卡在这边 就卡在这边 然后一直冷风跟冷风 不是吗 那时候我接到它 只要那个热的气 往上跑之后 那变冷 我来讲 高压的影响有两种 一个是温度 一个是气体 温度跟湿气 温度跟湿气 所以这两个影响是相 不见得说 冷的 就一定是高压 也不见得 暖风 不见得 因为它有湿气的影响 也有湿气的影响 你知道 太平洋高压 形成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 是暖风的高压 太平洋高压 是暖风的高压 西伯利亚 还是冷风的高压 不一样 但是都是高压 好 当我们 冷高压跟暖高压 共同在一起的时候 请问这时候 中间 会不会有 所谓的气流 会不会很大的气流 出来出去 不会 基本上没有出来出去 这两个风 会不会移动 就不太移动了 因为没有压力差 所以它就不太移动了 所以这空气会在这边平衡 这个 因为高温 高温跟低温 它会平衡 所以它慢慢在这边平衡 在平衡 在平衡的时候 当什么事啊 就一直下雨 就一直下雨 所以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 下雨的时间很长 这个持续在这个时间 可能有时候超过一个月 短一点可能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长一点可能就是一个月 那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季节 没有季节 台湾的媒体是这种高压 就是这种冷风跟暖风 碰在一起都卡不动了 卡在这里 就是滋留封面 滋留封面的行程 就会一直下雨 因为冷空气靠近 暖空气靠近 冷热嘛 暖空气通常代表 也要多水气 冷空气通常是温度很低 所以它不断的让它 就凝结成水 凝结成水 凝结成水 就是下雨 那如果说 冷风来洗呢 会怎么样 冷风来洗会怎么样 其实上礼拜 上礼拜 这礼拜 这礼拜一就是冷风来洗 就是东北激风 东北激风带来的一些 小小的封面 小小的封面 封面来洗通常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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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移动 往这边是冷 应该是冷 吸 过 我们这个冷气团在这里 暖气团在这里 它过来会怎么样 形成封面 形成封面 这边就形成封面 形成封面 通常这边开始就下 好 暖空来洗 暖空会向上跑 因为冷风比较重 暖空会向上移动 尤其那个封面 这封面就开始下 好 那如果反过来讲 我们现在从这边吹过来 是吹冷风 不是冷风 是冷风来洗 冷风来洗 会怎么样 冷风来洗会怎么样 孩子会下 他把这个空气 会把它举起来 他要从那边分离去 把这个 把这个暖空气给举起来 冷风气进来 所以开始觉得冷 然后这冷的交易的地方 还是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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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看状况 如果冷风比较强 有时候从打气波利 来冷风气 它虽然很冷 但是它可能 比较干燥 如果干燥的程度很高的话 通常只是带来冷气 就不见到下 OK 你为什么不把面吃完 你为什么不把面吃完